各位全国投资棒大家好 欢迎大家再度收看操盘高手 我是高宪荣 您现在收看的节目是我们在11月5号 跟大家所做的专业台股报告 提供大家最专业的解盘分析 希望对您的操作能够有所帮助 也期待能够跟您一起来 征服股海共创双赢 今天台北股市如果看大盘指数 大家会觉得好强 指数又这样一路的往上冲高 今天开盘指数开高之后 先做一个震荡 最后尾盘又出现了122亿的多方量 让指数尾盘突然又急速拉高 涨了87点上去 收在最高的11644点 先跟大家谈一下 其实这种盘式你会发现操作难度反而越来越高 一方面当然就指数上来看 虽然今天又继续的上涨 尾盘穿价拉高上去 但是有经验的人会知道 这种穿价拉高上去 今天又是个价涨量缩的形态之下 先提醒大家 短线上明后天应该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回测出来 不过这不是重点 重点在其实今天我跟大家在找盘第一通讯息 跟会员朋友谈到今天盘式的时候就谈到 今天指数就指数上来看的话 应该是一个开高震荡格局 但是个股会各自表现 差异会非常大 是不是这样的状况 今天就很明显 看加权指数你会觉得拉高涨87点 可是如果看里面盘面的结构 你会发现真的个股就各自表现了 今天上市贵公司加起来 上涨的股票950加 下跌的股票有874档 其实两个你会发现差不多 以OTC来看跌的还比这个涨的多 重点是这跌的股票里面 很多都是怎样 前阵子当红 拉高上去拉出红棒 吸引了一堆头顾老师 叫大家来抢劲 结果今天反而又跌下来 是不是很多这样的股票 好我们来一个一个看 前阵子苹果说笔电要改用 弄不可改用所谓的剪刀绞键盘 那时候一堆人在推科家 这样的金元这些股票 结果你看到 拉了一根两根红棒 吸引了头顾老师带会员朋友 去追高时候 那时候股价还有82块高点 今天股价已经跌到多少 最低剩下66块半 包括金元也是一样 那时候拉了一根红棒上去 一堆头顾老师带会员朋友去追 结果那时候股价47块多 今天跌到剩下低点37块 好去追高反而现在套在里面 指数是涨的对不对 指数是在创新高 股价反而跌下来 可是还记得现龙老师当时带着会员朋友 44块左右带着会员朋友放空 现在已经获利补起来 放进口袋了对不对 还有包括了像前几天 正威拉了一根红棒 盘中公道涨停板48块4那一天 你也看到很多头顾老师在那边跟你讲 他的正威买了马上就涨停 马上大获全胜结果那天48块多 今天掉到剩下43 44块 那些老师当然今天不会跟你讲正威 今天又带你去追其他的 D-ROM 南亚科 群联 对不对 你看到这样到处追到处抢 之前抢的股票今天反而都弱 或者是有利多的股票 你去追反而马上就掏了 像杨志前两天减资 很多人就说这个叫转机题材 今天开个高还很多人去买 收盘还大跌下来 盘中碰到跌停18块7 对不对 或者像是康控今天早盘也有利多 说苹果的AirPods现在拼出货 康控会是最大受费者 结果股价开个高马上就翻黑 收盘还跌了两块下来 指数拉高涨87点 他股价在跌了 对不对 原项今天也有报纸利多 说Switch在热销 原项也是在忙着出货 对不对 结果股价开个高马上摘下来 收盘还收在最低 跌了两块半 收在120.5元 对不对 你会发现这个盘 前阵子强的 今天又都跌了 有利多的你跑去买 反而又套了 好 当然你会说还有股票在涨 有950档在涨 重点是如果说你今天去把这些今天强的 明天会怎样 是不是很有可能又换这些股票套在里面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盘你到最后就会发现 指数在涨 就是靠着台积电 这些全值股 在拉升上去的时候 问题 你看到那些做多的老师也都跟你讲台积电不要再追 台积电就这样一路涨 反而是那些 那些投股老师带着你到处去买的股票 一追 现在又是半天全金条 一追又套了 会有这样的现象 当然我都跟大家讲过 指数这一波 靠着台积电震荡过后 突破了2980后 再创新高 让指数再创新高上来 会比我们预期的更强劲 没有错 但是那个盘面结构依旧没有改变 就是现在市场上 长线大户 有没有很少 大部分集中在台积电 或是少数集党全值股 对不对 那甚至包括受险大户 已经受险资金上个月 9月份大卖了335亿的股票 包括一些大股东像国具 把手中2000张华星科都出清了 所以你看长线大户在这边 都在退场观望的时候 剩下短线大户在主导盘面 每天当然看到指数不跌 他就到处点火到处拉 但是每天在拉不一样的股票 拉个一两根红棒 散户不追没事 散户一追马上就出 出完可能就反手跌 所以就造成了这个盘 就像我所说的 末天转金条一追又套牢的状况 各位投资吗 你会发现现在是不是你操作的结果 就是这样 那这种状况 那你说怎么能够真的赚到钱呢 所以县龙老师才会跟他讲 在这里你要真正的把获利 放进口袋里来 操作策略 第一个当然我们仍然采取当冲的策略 稳扎稳打拒沙成塔 稳稳的每天在地方 把获利放进口袋里来 像今天我刚才讲原项开高走低 收最低 这不是事后诸葛 今天11月5号 县龙老师的当冲股就是锁定原项 在利多建报 说switch在热销 原项忙着出货的时候 早盘开高 发现手盘是个空方量的结构 而且指数拉高上去的时候 股价高位过高低还先破低 反弹也站不上均价线 这都有大户趁着利多建报 趁机在出货迹下 加上短线动能指标持续在转弱 所以今天原项早盘就跟大家 跟会员讲 这是要先买后买 我们当冲今天原项先买后买 对不对 这是早上这个地方 9点49分发出的一个通知 当冲表底 快打当冲表底 3227原项 短线技术面是在转弱的 既然转弱 记得就要先卖定价121.5到122.5 后来高点最高来到多少 来到122块 其实到12点多都在股价121.5到122左右 这边震啊震 可是到了尾盘的时候 这个地方就出现压低下来了 最后收盘是收在最低点的120块半 好那幅度没有很多 但我们今天尾盘也建议会员票 120.5到120把买回来 收盘就是收在120.5 对不对 那虽然幅度不大 但是也稳稳的 好今天早盘121.5到122卖出 好平均卖在121.75 尾盘这地方 120.5就左右把它买回来的话 等于今天又是差不多1块钱的价差 1块钱价差 你也不要小看它 对不对 假设你用100万左右 超10 这个做个10张大概100万出头 对不对 今天又是1万块的快乐当充足 零用钱帮自己加薪高 1万块左右先放在口袋里来了 对不对 下午又可以去逛逛街喝个下午茶了 多赚一点过几天又可以带个家人吃个大餐 安排个温馨小旅行了 就是这样子我们利用当充的方式 稳扎稳打拒杀成塔 帮助会员票来累积财富之中 再强调一次 为什么我说当充才是现在最好的操作策略 因为当充是这样 你盘中甚至满手都没关系 不用去担心错失行情 对不对 行情我们当然要掌握赚钱机会 可是我们盘后这个部分可以保持空手 你就不用去害怕 美股一下大涨一下子会不会反手大跌了 生活品质这才有嘛 对不对早上跟着县荣老师赚到钱 今天原相赚不多 这地方也有个一块价差 下午逛逛街喝个下午茶吃个大餐 晚上又可以睡得安安稳稳 不用关心美股 不用担心美股会怎样 这才叫做生活品质 重点是快进快出之下 受到大盘趋势影响其实非常低 操作又灵活 我们随时可以先买 也随时可以先卖 观察的就是当天的盘式结构 风险又低 避免了说股票抱在那边 越套越深越赔越多 变长期套了 或是放空如果空到什么小型股 主力发现了会不会被嘎到都不会 资金又可以灵活运用 因为放空这个当冲是这样 你钱可以放在别的地方 升更多利息回来 就是假设我们当冲 冲个100万左右 你不用说 现股当冲是不是要把100万 放在那个户头里 不用 对不对 你也不用说 我要有100万的股票那么多放在那里 才能冲吗 不是 我们只要每天操作下来 像今天我们做原相 早上卖在121.5到121.2 平均121.5 尾盘把它补回来 小赚个一块价差 甚至一毛钱都还不用拿出来 对不对 券商就把你算赚 今天赚了多少钱 做个10张 可能是个1万块价差 扣掉一点手续费证交税 剩下钱就自动挥到你的户头里 所以你钱都可以放在别的地方 更生更多利息 让你资金灵活运用 重点都还是天天可以掌握赚钱机会之下 持续来累积财富 所以我说 这个阶段最佳操作策略 盘中我们赚了就走 盘后保持空手 稳扎稳打 拒沙成塔 让你用最小风险操作轻松 快打当冲 让你能够当个快乐的当冲族 帮自己多创造一份收入 这才是这阶段最好的操作策略 当然如果说 这地方你没有时间看盘 怎么办 当然当冲需要花更多的精力 仔细观察盘式的结构 去看懂背后哪些股票 有大户是可能要攻 有大户是其实拉高上来要出的 你要去看清楚 对不对 那如果没有时间看盘 或者是看了半天 你看不懂 反而在追高杀低 反而更容易被坑杀 那你真的需要 县荣老师的帮忙 所以县荣老师诚心来邀请你 加入由我亲自带领的 极品操盘团队 那每天我会仔细的按照SOP 第一步先观察盘式 决定好多空之后 再从1000多档股票里头 找到最有把握的 一到两档个股 确认转折时果断出手 并且遵守几率 理性操盘 当天进一定当天带你出 绝对没有那种在奥单的 好 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操作之下 我们持续稳扎稳打 巨沙成塔的帮助会员朋友 累计财富之中 那当然如果说 你觉得当冲赚的不够多 你想要多赚一点 那可是这个盘 偏偏又是大户在那边 冲来冲去 很多大户 现在都在做隔日冲 拉个一根红棒 吸引散户追高臭 隔天马上翻手出 出完可能就要掉下来 你到处追到处套 你说不要用追的 又不晓得大户明天要拉什么 对不对 所以你会变成看到 很多头顾老师 每天说自己大获全胜 其实他就是乱枪打鸟 5G散热被动元件 是个什么都买了 买了包山包海的结果 涨了什么电视上 就吹嘘自己大获全胜 可是你有那么多的钱 跟他这样包山包海 什么都买吗 就算有 好跟着他买了十档股票 也等于你一百万资金 每档顶多买个十万块 十万块就算给你赚个20%回来 也才赚个两万 可能还不够其他九档去赔 怎么能够真的帮你赚到钱 对不对 所以在这里你真的要获利的话 我说第一个当冲 第二个 那我们没有办法去知道 大户明天要拉什么 可是反过来 当现在大户都是在玩短的 拉高上去吸引了散户追高之后 人家就是要出了 出完之后可能就是反手要跌下来了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反市场操作 就这样找到那种大户拉高完 散户再追 追完大户再出 出完要跌的 我们趁着台没跌之前 高档空军起飞 对不对 看准目标空军起飞之后 这反而更能够帮助会员朋友 掌握到赚钱机会 所以我说这里如果你要赚多的 我们就找第一个股本够大 融资够多 这种股票我们才会空 第二个我们找高档 已经充分反应完利多之后 发现大户出货 高档转弱讯号出现的股票 再来放空 所以你说指数 虽然这一波一路的一个涨上来 甚至很多会员朋友都说 发现到现隆老师 我们端冲有多有空 可是放空的赚钱机率比较大 波段都采取空军出击 反而稳稳的一档一档在赚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 你看到7月25号 当时我们放空资源 不就是在股价整理整理整理 一根红棒拉上去 那时候利多煎爆 说产品出货要爆发 营收要喊冲 吸引了散户 很多投股老师就喜欢 带会员去买这种 刚突破的股票 说这叫转强 结果很多人就听了 跑去买 跑去追 大户就出 当时我都说 有大户出货 转弱讯号出来 红棒过后 高档爆量十字星出现 所以那时候 我们62块4放口 后来股价真的 拉高完 散户去追 追完大户出 出完跌 对不对 去追的套在里面 可是跟着县隆老师 那时候62块4空军起飞的 反而在跌下去的时候 55块4空单回补起来 8天的时间赚进7块的价差 20张很多人赚了16万 14万就这样赚起来了 赚完之后 休息了一个多月 又发现复制成功模式 整理整理一段时间 拉了一根红棒 然后开始又是一堆的利多 散户又这个地方 听那些多头老师的话 去抢 去追 大户就出货了 对不对 高档又是爆量上领线 县隆老师再度建立会员 配合61块空军起飞 后来 后来不就是这样 指数你说在涨 结果股价反而开高走低 开高走低 一路的下去 跌到54块 跌到54块 那一天55块3左右 我们把它补起来 空个20张的11天时间 又很多人又十几万赚起来了 对不对 赚完之后 我们再来复制成功模式 剪刀脚的晶圆 对不对 那时候是不是一堆老师在吹捧 苹果的笔电 要用剪刀脚设计 晶圆会是最大收费者 告诉你这根红棒叫带量突破 叫你赶快去追 结果我说 利多频传之后 又是大户在出货 转弱讯号 所以那时候 我们又是带着会员朋友 高档444块附近 持续的建议大家空军起飞 龙卷放空 结果呢 结果那个礼拜指数 哇看起来在涨 股价是连续5天 开高走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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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天开高走低 对不对 然后我说还要再继续赚 到了上个礼拜 10月29号 又开高走低 重挫3.4% 到了10月30号 指数你说 哇又继续涨 又是重挫下来 还差点达到跌停37块 最低37块 那我们37块4 建议会员朋友 好够了 空单回补 凯旋而归 这次10天的时间 10个交易日的时间 从44块左右 到37块4 又是6块4到7块多的价差 很多人做个25张 又是几万又赚起来了 所以你有没有看到 这个盘 当你在那边 看到指数在涨 看到每天好像都有股票在拉 你以为这叫转强 到处去追的时候 就变成半天转金条 一追又逃了 可是县荣老师就是这样 一方面用当冲 稳扎稳打 巨沙成塔的累积财富之中 顺便这地方看到 看准目标了 有智原 有晶原价的股票 空军起飞 反而更能够去赚到钱 重点我不是要跟你说 你看我们赚了多少 你要看懂县荣老师的方法 放空也不是随便空的 也是有方法的 才能够把复杂变简单 把简单变重复 把重复变更好 我们就是这样子 我不会带你包山包海 什么都空 我只会锁定 最有把握的一档到两档 高档转入的股票 空军起飞之后 赚完一档再赚下一档 所以才能够在7月18号 空军起飞之后 到这个地方 7次出手 6剩一副 创下辉煌战机 你去看看你买股票 你做多 你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成绩 就这样一档100万左右 这样操作下来 光放空的部分 很多人已经将几十万 累积下来了 接下来 我们又发现一档 利多频传 股价长红过后 大户在出货 高档转入的平盖高价股 又有可能这地方复制成功模式 大户出完货 又要再跌下去了 这地方今天你说指数大涨 股价又是开高走低 油红翻黑了 如果不想要等到重挫下去 才来说好可惜 每个人跟着县荣老师做 也想跟着县荣老师 掌握到一方面利用当冲 当个快乐当冲足 帮自己多加一份收入 一方面看准目标 空军起飞 帮自己扩大利润的投资朋友 记得赚钱机会只留给做好准备的人 错过了之前的智源 错过了之前的智源 想做好赚钱准备的 休息时间就欢迎跟我们做联络 第二阶段马上再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极品超盘团队 由河老师亲自带领 专业 用心 重诚信 提供给您最用心的解盘分析 最前瞻的产业观点 参与专线02-2781-0909 2781-0909 运达投资高老师 极品操盘惨罪 入会专线02-2781-0909 2781-0909 现时来电入会 让您轻松享有最专业的操盘服务 运达投资好看能得家啦 举起身装运达投资APP 您就可以在第一时间看到明师为您 及时解盘 有机会得到标普讯息 还有产业最新讯息 立刻搜寻运达投资APP 获电02-2781-0909 2781-0909 大家好欢迎回到第二阶段的节目现场 当大盘指数突破了去年11270高点 每个这个做多的老师都在说 你看早就叫你买股票就会赚钱了 结果你去想一想 你这个地方到处在追高 到处在买股票的投资人 真的有赚到吗 会发现没有吗 对不对 指数虽然哇真的一路的一个涨 可是你看到到处去追 之前剪刀脚拉了个两根红棒 很多人去追 现在还套在里面 可是我们放空反而做获利如带了 之前郑薇拉个一根掌停 盘中这地方攻到掌停 又一堆老师喊进喊追喊抢 现在又套在里面了 当然现在这些当时追剪刀脚设计 三雄 追郑薇的老师 现在都不会去讲这些 然后又去讲 追今天可能去追 低润股南亚科 群联这些股票了 各位投资朋友 去想想 这样追到最后你能赚到吗 到最后只会万谈 运气真不好 行情明明在涨 买的股票都套牢 其实真的是靠运气吗 再三提醒大家 所谓的运气就是几率 而几率来自于方法 当你那边一直做股票 到处赔到处套的时候 其实关键是你方法错了 一直在用错误的方法 当然你赔钱几率越来越大 只会万谈 没那个财文 可是当你能够找到正确方法的时候 你赚钱几率自然就高 财运自然就会越来越好 所以关键是在两个字 叫做方法 对不对 所以你那个方法不变 你到处这地方 只会听那些投股老师的 看到什么股票大涨 就去追 以为这叫转强 就跑去买 到最后只能万坦 赚指数赔价差 只能万坦 满天是赚金条 一追又讨 所以我会提醒大家 记得思维能够改变你的生活 而方法能够改变你的财富 当这边你要真正在股市当中 把获利放进口袋 提醒大家 一方面当冲 稳扎稳打 巨沙成塔 对不对 这地方 现龙老师每天只会给会员朋友 最多两档股票 做当冲建议 精兵出击 清楚的告诉你要买还是要卖 清楚的提供进场价位在哪里 预设停损 获利目标 到了价 现龙老师通知你 不用看盘 老师帮你看 没到当天进 一定当天出 绝对不奥单 像今天原相 利多监报 大户趁利多再出货 短空闲买 尾盘小赚一块 获利入带 对不对 赚的少一点 上个礼拜连帽 同样利多见报 一样大户拉高出货 转弱讯号出来 159.5卖 尾盘15.5卖 对不对 那天大赚4块价差 做个7张的 很多人就是2万多赚起来了 就是这样跟着现龙老师 一个口令一个动作 就能够当个快乐当充足 帮自己加薪 当然如果想要多赚一点的 记得跟着我们的空军战队 现龙老师也只会锁定 一刀两档 高档转弱骨 空军起飞 赚完之后再赚下一趟 之前致援 怎么在这地方高档拉上去 别人在追的时候 现龙老师带着会员票 空军起飞 反而稳稳的 做个20张 十几万赚起来 第二趟再来一次 又是20张 又是十几万 对不对 晶圆同样的模式 又赚起来了 就是这样一档一档的复制下去 想跟着现龙老师 一起当个快乐当中族 同时利用空军起飞 扩大利润的 记得赚钱机会 只留给做好准备的人 指名加入我们的 极品操盘团队 一起来征服股海 共创双赢 本投资公司 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优优独立则 优优独立则